哈利利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 今天早上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 我们弟兄姐妹 从我们的家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交通的工具 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领受安息日的福气 也愿神能够祝福大家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农历年已经渐渐的 在几天后就要来临了 所以很多人都相当的忙碌 那么尽管一年即将过去 可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 看到的是神的曙光 我们所体会的是神 给我们满满的恩典的自由 所以在每一次的安息圣日的机会当中 我们心存的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创造救赎的主 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 与我们同在 尽管过去有疫情的影响 对于未来 我们有不确定的恐慌 但是我们都深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我们安息圣日聚会当中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圣经的真理的分享 能够更清楚 我们与神的关系 来坚定我们属灵的道路 那么在聚会之前 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 今天读经的进度 请我们一起来翻开 约伯记 我们请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九章 请我们翻开 今天读经的进度 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记第九章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约伯记第九章的第一节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 怎能成为圣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宗之一也不能回答 他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 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 山病不知觉 他使地震动离奇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又封闭众星 他独自扑舱穷舱 不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别斗 禅星 卯星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不可测舵 行骑士不可胜数 他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道不知觉 他夺取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 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 扶住拉哈勃的 屈身在他以下 既是这样 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原理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我若呼吁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添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 他都不容 到时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 他真有能力 若认审判 他说 谁能将我传来呢 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 我虽完全 我口必显为弯曲 我本完全不顾自己 我厌恶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绝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 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 世界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他是谁呢 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过去 不见不乐 我的日子过去 如快船 如急落抓死的鹰 我若说 我要忘记我的爱情 除去我的愁容 心中畅快 我因愁苦而惧怕 知道你必不与我为无辜 我必被你定为有罪 我何必突然劳苦呢 我若用血水洗身 用箭洁净我的手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 我的衣服都证悟我 他本不像我是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 我们中间没有听诵的人 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 愿他把藏离开我 不使惊慌恐吓我 我就说话也不记怕 现在我却不是那样 在我们今天读经分享的进度当中 已经读到了约伯记的第九章 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对约伯记里面的记载内容 应该心有栖其言 或许有人会说 这么一个好的好人 在圣经一开头就说 他是一个敬畏神 远离二世 一个完全的人 为何 他会遭遇这么空前的大灾难 以人的角度 的确是百思不解 以当时在神学上 一定程度的 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无法透视到 里面有神的美意 因为他们不能够 从这个背景当中来了解 他有神的一个美好的意备 那么如果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一定要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 在旧约时期那种天庭偶然的一个会议当中 去明白 神为什么会让约伯这位艺人来承受这么大的苦难 因为神是完全相信他 因为神知道他的信心 他的信仰的底子是非常的坚定的 所以他知道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这位约伯他绝对不会离弃神 在约伯的内在的心境当中 完全是平淡的 平静的 那么我也看出了 当时的这个灵界里面的一个试探当中 那位恶者 就是这位傻蛋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那恶者 是傻蛋所控制 若不是神的保守 我们四人所过的日子 是相当的艰辛 相当的辛苦 那么在整个天庭的会议当中 神特别跟这位傻蛋说 你不能伤害他的性命 也在神的保守以及神的限制当中 这位傻蛋不能为所欲为 所以在这种背景底下 尽管约伯 他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 他的孩子没了 财产也不见了 妻子也要离弃他 甚至来藐视他 接下来 他的身体是一直在这一种病痛当中 所以当看到他的伤口 闻到他那种伤口中的那个臭味的时候 他想到了什么 他感受到什么 但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约伯从来没有望凭神 没有以为神是愚望的 因为他知道 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而且神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 我当下虽然不能完全的理解 但是后来再想想 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所以从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 我们看到了约伯从来是信心满满 对神是充满了敬畏 而且是完全的相信 顺服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的下半段 以及到第三章开始 我们这时候看到的约伯 恍如两个人 一个信心满满的 但是现在是怨言满身的人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呢 原来是因为我们这些三个朋友 在这七天七夜的这个静坐的当中 不是安慰 不是勉励 而是用一个无声的语言 加深的约伯在这件事情当中得个痛苦 所以用一句话说 我的心是学人知啊 但是这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眼光带有的一种叫做肃杀之气 甚至带有法官审判的那种铁锤 那个木锤样 要定他的罪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因此他不然感觉 朋友不理我了 但是我仰望的神在哪里呢 无形中我们人性的软弱渐渐出现 这不是要来挑战这个约伯 他没有信的那种信心 我要是来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确会落入在这种软弱当中 有时候我们想想 那么约伯呢 在那种情境下 他已经非常有信心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恶意的批评的说 哎呀你约伯怎么可以吗 宴神呢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这个约伯的遭遇 那么一点点 我看我们就怨天怨地了 但是约伯在这边 他虽然讲的这些感觉不是非常有信心 对神充满一种忤逆那种用词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种叫情绪上的发现 在他的内心的深处 他仍然对神充满了信心 只不过我们看到了 约伯记从第二章之后 第三章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呢 从一个静默的无声的语言 他就充满了一种不解的 或是一种定罪的 藐视的这个原理 这个所谓的无声的语言当中 接下来就是开始说话了 这是一般来讲 就是观念的畸变 观念的一种叫做 观念的争变 也可以说是神学上的一个畸变 来让这个约伯说 你就是 你不要说什么 事实告诉你 你就是 所以谁能够了解约伯 但是我们从约伯的对话当中 我们也可以与你也知道 我们人性的软弱 那我们在这个 约伯记的第九章当中 他记载着我们人性的软弱 也就是约伯那个说呢 他把我们的神呢 把认定是什么 认定为一个高高在上 不使人间烟火 也就是说 你不了解我的心 所以把我们这位神呢 从一个公义的角度 从一个慈爱的角度 已经把它扭曲 甚至把它做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形容词 叫做酷吏 我的神是个酷吏 我的神虽然 他有所谓的权智 有所谓的权能 但是你不了解我的心 你更不清楚我的处境 你就是一个酷吏而已 这个感觉好像一个 非常无情冷酷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约伯记里面的 一些对话当中 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约伯记的第九章的第三节 约伯记第九章的第三节 九章的三节说 若愿意与神来争辩 千宗之一也不能回答 这个千宗之一 我们也可以说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 神连一点的机会都不给我 一点点机会 维护其尾千分之一 那个医女就不给我 不给我做什么 不给我跟你说说看 来答辩你一下 我们知道在法庭当中 你静默不说话 那静默不说话 是一种代表你有罪吗 看起来好像是有罪默认 但是在一个证据原则的当中 你还是要说说看 我要证据给你来陈述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总是要有一个叫做 结问当中的一个答辩的机会 连结问中的答辩 你就不给我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 我是潜质的 我是潜能的 你这个小伙子 你这个小朋友 你那个讲什么 你才几岁 你读什么书 你知道些什么吗 这有一种高傲的态度 来评述这个约伯 你不要讲什么了 你不懂了 你不会的了 但是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 约伯认为 我们的神是潜质的 我们的神是潜能的 连千分之一的机会 都不让我答辩 所以他说 他心里 就说神 他说他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硬而斗亨通呢 这些用词就是来告诉我们 神啊 你已经高高在上了 你有潜质 这个质呢 就是完全都知道 我们也可以说 神啊 你有潜质 就是你有很多蛮有的 这种智慧 不但如此 你还有丰富的 全能的一个能力 你有这么样的 权制跟权力 当然呢 对我们这些小伙子 这我们卑微的人来讲 你不屑一顾嘛 所以不与我们来争辩 这是人的软弱呢 误解了神 在误解的当中 轻看着神的那种 原来是带有 丰盛的慈爱跟怜悯的 这时候因着苦痛痛苦 因着这个朋友当中 不必要的 原因你的刺激 他心已经软弱下来了 那不但如此呢 在圣经里又说 在这个第九章的二十二节 到二十四节里面 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神固然有审判的主权 审判的权是在神当中 但是在神的审判的这个过程 以及他的结果里面呢 既然把义人跟二人呢 也就是完全人跟二人呢 用同样的对待 这个同样对待是没有区格的 你义人犯罪 好 义人犯罪 但是毕竟你曾经是个义人嘛 你犯罪 我稍微给你宽容 我善意给你好处 但是既然没有 跟那个罪魁 那个杀人犯 那个联系杀人 那个恶魁一样 所以跟义人跟二人 完全是同等的这个待遇 毫无一种怜悯 甚至呢 把他认定 你虽然是义人没有错 但是你现在二人 你的结果 你所要承受的 就像这二人的那种刑法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耶伯 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在这个原理当中呢 他讲了非常多一些感叹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九章里面 有一句话 他来告诉我们的神 你固然是全能的 你悄悄的来 我不知道 哪怕一个高山 你震撼他 你移动他 连山也搞不清楚 你是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神 你所做的接近 谁能说什么呢 所以在第九章里面 有句话说 我们请看一下十二节 第九章的十二节 他夺取了 谁能够来阻挡呢 这个谁 很清楚 我们知道 他躲起了 神躲起了 谁 这个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人当中哪一个 能够来阻挡神的作为呢 当神所说的话 所做的接定 谁敢问他说 神啊 你做什么 没有人敢说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神用了他的威严 用了他的全能 坐在他的宝座来 泥视你的时候 他的眼神在告诉你 你不要说话 你就是这么糟糕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的约伯 带有一种忧伤的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也想要说的时候 又看到神的脸蛋 看到神的威严 他又不敢说 这是在苦难当中 被苦所蒙蔽他的心眼 被朋友不当的 神学的言论来困住 他对神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低潮起 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不是在数落约伯 讲了些不该讲的话 误解了神 我们应该从反思的角度来说 原来这就是我们人性 我们人没有那么刚强的 当年的这个彼得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说 我要去耶路撒冷 我即将要受难 受那些祭司上的欺负 但是我要三代亚护佛 那个时候的彼得说 耶稣你不要去 耶稣说撒旦推到你后面去 那个时候的这个彼得 蛮有智慧吗 很有信心吗 但是我们还干 我们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无形中 甚至当时的这个彼得 不能够了解 耶路撒冷是个救恩之行 是个荣耀之行 他反而要把他堵住 说耶稣你不要去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 彼得跟耶稣说 我就是跟你一起死 我就是跟你一起下践 我都愿意 耶稣说 集体三次 你 你不会来认我的 后来呢 集体了 听到了 看到也是耶稣的眼神 他痛哭地跑出去 所以在我们人的世界 我们老是被表象所蒙蔽 不能看透死灵的事情 我们往往是听着 一个血气之勇 我不了解我们人的软弱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 我们千万不能误解耶稣 但是从反思的角度来看看 我们人的确是这种软弱的 这个软弱我曾经发生 但是我有时候比这个还更严重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从这个第九章的十二节说 谁敢问 谁敢问你 谁敢问你做了什么 弟兄姐妹你敢问吗 在这种倾向你敢问吗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 主的蒙恩当中 我们深受圣灵的 这样的一个统在 我们碰到任何事情 我们不是像约伯软弱中 我不敢问 我敢问神在做什么吗 我不敢 我如果敢问的话会被骂 我再讲几句话 可能会被捶的那感觉一样 今天我们不能有这种 好像说保持距离以策安全那种迷失 反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始终认定 我们的神既是公义的 但是祂是又慈爱的 祂是怜民的 而且是信使的 所以祂永远的在这样的一个平行线当中 交织在一起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公义中有慈爱 慈爱中有公义 这种神 祂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碰到了苦难 碰到了打击 你内心就说 谁敢问你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拿掉 我们应该说 神啊 求祢继续的引领我 安慰我 带领我 让我们真知道 祢在我未来所走的路上当中 祢为我预备了什么 祢为我带领了什么 让我能够走在这个活乎神的道路上 所以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 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能更有深度的了解 谁敢问你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迷思 也不要这种恐惧 我们应该认定的 我们的神 我们应该说 神啊 祢是我的好朋友 祢在做些什么 神啊 祢就是我的好老师 祢在做些什么 因为这种朋友式的互动 用一个老师般的一个回应 来说神啊 祢在做什么 如此呢 对我们的信仰 绝对是有帮助的 我们在整个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神 与我们人在互动当中 祂用了一个朋友的身份 来达到我们人灵性的更新 来达到灵命的完全 甚至也从这个过程当中 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 那种真理般的光辉 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古圣徒 始终把我们天上这位神 认定为好朋友 也就是我们的自由 我们这位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神 今天如果我们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说 神啊 祢就是我好朋友 祢在做些什么 祢可以告诉我吗 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也来安慰一下 我现在最脆弱的心灵 因为我那个玻璃般即将要碎掉的心灵 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神啊 祢是我的朋友 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一下 避免那些错误的想象 避免那个错误的误导 所以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说 神啊 祢是我的好朋友 祢在做些什么 在圣经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古圣徒当中 里面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 在后来的以色拉的记载当中 回溯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他用一个非常特定的名词来形容 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自下 我们请看一下历代自下 历代自下的二十章 历代自下二十章 历代自下二十章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 历代自下二十章的第七节 二十章第七节 我们的神啊 祢不是曾在祢民 以色列人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 后裔永远为业吗 这段经文的出处呢 出处呢 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这个犹大王 他是一个好王 他是敬畏神的皇王 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经营信仰 而且带领百姓 回归到立法面前的一位敬畏神的王 他的名字叫耶沙法 那么在近时祈祷的征战当中 他特别的说出他内心的一个感受 而且祈求天上这位神呢 能够继续来建顾这个犹大的子民 那么在这个福音的祷告词 他特别说 神啊 也就是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 驱逐这百姓的神吗 而且你也曾经允许过 而且要赐给你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领受这块地为业吗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 他特别来讲到神与亚伯拉罕关系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朋友 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 但是这也是一种恩典的回顾 也就是想想过去呢 我们这位先祖亚伯拉罕 他跟神的关系是处于一个非常和好的关系 就是朋友间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耶稣佛拉罕祷告 他认定 我的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是个好朋友 那今天呢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啊 那朋友是什么 朋友是无所不谈啊 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好朋友 有啊 那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互动呢 也就是说 彻夜一直聊天聊天 你看到你的朋友 看到过去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那么有很多的事情会跟他一起聊 一起说 晚上不睡觉 还是自己说 这种知无不远 远无不尽 那种朋友之间的互动啊 就是真朋友 而不是在那边路头上 街头上喝酒 那酒肉朋友 是很真情的 而且是了解你的心的 而且是有见面的 是有建设性的一个互动 这种朋友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多一些的话 那更好 那么这位亚伯拉罕 我们天上的神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就像朋友般 无所不谈 无所不说啊 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 我们亚伯拉罕 曾经跟神同行 跟神同行 那么同行当中 也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话 而在这个对谈 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感受到朋友的情在哪里 就是能够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哎呀 我即将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非常罪恶 就是索德玛 非常非常罪恶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八章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八章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十八章 我们先看一下十六节 创世纪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的十六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就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所做的事 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 后来这两个天使 就离开了神 也离开了亚伯拉罕 所以只剩下了神 跟亚伯拉罕两人 那么在天使还没离弃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我所做的事情 我所做的事情 岂可满着亚伯拉罕 那为什么用这种用词来说呢 因为我们的神 已经把亚伯拉罕当成好朋友 用一个位阶 用一个潜能来讲 我是神耶 我今天是神耶 我以一个神的能力 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你的身上 来到你的旁边 我还是高高在上 虽然我人的样子 但是我的本质是神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他可以说我是高高在上的 可是神能然 跟亚伯拉罕 用一个朋友的方式说 即使我是神 虽然我成为人的样子 但是我没有高高在上 我跟你一样 平起平坐 我们平缓 而且一起同行的 甚至又认为 我现在即将要下去的 那个索多玛 它是个罪恶的 我要把它毁灭 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愿意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一定有很多 感觉很委屈的事情 又感觉非常喜乐的事情 我要跟谁说 我要跟我的好朋友说 说完以后呢 我们一起快乐 说完以后 我们一起忧伤一下 但说完以后 我们精神就百倍了 所以神愿意用好朋友的 这种身份 来跟亚伯拉罕说 那件事情 那个地方 我要毁灭它 所以我不愿意 瞒着亚伯拉罕 所以朋友的意义 互动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 知无不远的好朋友 后来亚伯拉罕听到了 要把那个地方的人毁灭 真的要毁灭吗 绝对要毁灭吗 接下来就是这种 带求对话 如果你们不是好朋友 你会这样带求吗 我们用一个 社会的职场关系来讲 今天你的大老板一讲 就是这样 你不要跟我说了 你还会说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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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敢讲了 你转个身就走开了 但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 就有一点很轻松的说 不要这样啦 没事啦 可以的啦 你看那种心境 跟那个压力就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的亚伯拉罕 他就用着一个朋友的 毫无一种压力 也没有任何一个 顾忌防备的情况下 尽情的来跟神说 说什么 说他内心的话 因为这是好朋友 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 他以好朋友的这样的姿态 来跟天上这位神怎么对话 我们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说 两个人就转身离开 向索多玛去了 这两个人就指的 那旁边的两位天使 那么他们就向索多玛去了 但是亚伯拉罕仍旧 站在神的面前 耶和华的面前 那么耶和华就进 亚伯拉罕就进前来说 无论善恶 你都要来招媚他们吗 搅媚他们吗 那么假如那城里里面 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 不为这城里的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义人吗 再来说 将义人跟恶人同杀 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帝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说岂不行公义吗 你看这句话 是不是再数落一下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审判的主宰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恶人坏人一同对待 该杀通通杀 你知道那里面 有多少无辜的人 可是因为你的正路 无辜人一起死 这何苦啊 你有这样做吗 那这样做合理吗 你神耶 你怎么这样做 我们有一句话说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对你的神 讲这种话 我们用智商来讲 他的智商高过你 你怎么以为神的智商 就那么低 还指导神往右往左 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因为就是朋友 朋友这知无不远 之间没有什么界地 没有隔阂 我想就说 我知道就讲 所以这就是朋友 但我们的神也是 以一个朋友的姿态说 你说的对 好继续 诚然接受 所以那一开始说 五十个 五十个艺人 只要这个城里面 有五十个艺人 我就允许 我就同意 我就支持你 不毁灭他们 一个城里面 只要就像亚伯兰说 五十个 后来亚伯兰想 五十个 我们的神说 说是个罪恶 连那个声音都听到了 五十个 那五十个会不会太 太什么 太多了 不是太少 会不会太多 五十个 那就跟神讨教还教 所以圣经里面就开始说了 从五十个开始 捡为多少 捡了五个 四十五个 五十捡五 对不对 四十五个 四十五个就像神说 神啊神啊 那这样好了 我想要想去 再给他们机会好了 再五个 扣五个 四十五吧 神也说 好吧 那你四十五 你既然说了 你决定四十五 你就四十五吧 好 这个城里面 假设有四十五个艺人 我就不毁灭她 你看 阿沙里 神就这样 只要你说的 我就答应 为什么 开玩笑 我们是好朋友 接下来 这个接下来 是什么 不是得寸进尺 是神的宽容 但是是神的什么 我们是好朋友 没关系 你说 继续 你再继续说 说什么呢 那这样四十五个不够 想想就有点担心 不然这样好不好 三十个 三十个想想 怎么办 那二十个好不好 想想 所以后来有一句话 他讲得非常不错 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 亚伯兰说 神啊 我还敢在主的面前说话 假如在那城里面 有见有二十个艺人 怎么办呢 他说 好 就为这二十个人的缘故 我不毁灭那城 亚伯兰又说 主啊 你不要动怒 我再说一次 假若在那里 看见有十个人 那么神就说 为这十个人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地 你看朋友就是这样 所以朋友不是得寸进尺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容许你讲话的 所以朋友之间就是这样 无所不谈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跟亚伯兰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特别告诉我 他们就是以朋友相待 而且真诚的相待 我知道什么 我就说什么 即使我认为有点不合理 我认为有点太强求了 但是我允许在朋友的这样生活当中 无所不谈 神就是我们这好朋友 既然我们有这个好朋友 我们为什么要误解他呢 我们为什么不说神 我已经想不出来 为什么这样 朋友好像一个箭 一句一句的来扎到我的心 让我心碎了 让我好像对你给我的这样的操练 我不明也不白 神啊 你是不是给我一个答案一下 可是后来的约伯他的答话说 神啊 你就不跟我争辩 你绝对不会跟我争辩的 千分之一都不给我回答 你太高傲了吧 你太强势了吧 你太霸道了吧 但是我们看到了 圣经所给我们的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但是好朋友也不是个案 不是针对亚伯拉罕 在古圣徒当中 神经常对这些敬畏他的人 用朋友这样的姿态来说 来描述的 我们接下来看有一个人 在圣经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他叫做摩西 那么在摩西与神的关系当中 圣经也这样特别记载 是什么呢 就是朋友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这段经文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3章 《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33章 《出埃及记》33章 《出埃及记》33章 我们请看一下11节 《出埃及记》33章的11节 11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然后呢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 这里讲到了摩西与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里面特别讲到一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用词 就是朋友 朋友 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当中 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 对神充满敬畏的心是什么 就是保持距离 远离神 离开越远越平安的感觉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里面 当神威严的荣耀形象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百姓 内心是何等的震撼 何等的畏惧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八节 二十章的十八节 众百姓见联风 联风 闪电 绞生 天上冒烟 就都呢 发战了 发战的皮皮刀 看着神体 又怕了 没死皮皮刀 在那边发战了 而且远远的战力 远远的战力 因为看到这种威严 真的吓坏了 脚都软了 不单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看到 这个叫做启示录 约翰的时候 人子荣耀的显现 连那个约翰就看 就垮了 瘫在那里 还像死掉一样 用这种形容来告诉我们 我们神有绝对的威严 相对于卑微的人 或是有罪性的人来讲 我们是怕死的 怕就怕死 怕死的 所以他描述了 当神荣耀的显现的时候 大家发战 站得远远的 那么后来经文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十九节说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了 你看 那种恐惧 恐惧到说 我不敢 我再过去一点 我就会死掉 你再拉我过去 我就赶快回来 为什么 我要保全生命 你看神的威严 到这种程度 相对于 我们人是这么 卑微的那种程度 但是我们在 刚刚所看的 《出埃及其三三章》中 我们看到了 摩西 跟我们这位神 就像朋友之间的对话 朋友之间的对话 本来你们想象 不是这么威严吗 我们不是有距离了吗 现在没有威严 没有距离 就是朋友 所以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朋友 我们神的确是 我们的朋友 你为什么把神认定 是这么威严 而不是一个朋友呢 事实上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朋友 所以圣经的描述 来告诉我们 摩西 跟神之间 就像朋友一样的对话 所以在摩西 跟神这样一个互动 在事后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位摩西 也曾经的 冒一个大不韦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有点像顶撞神 冒犯的神 可是神也没有生气 神也容许 神也接纳了 为什么 因为神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从神 与摩西之间的关系 那种朋友般的关系 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 我们请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34章 那么在34章的第四节当中 开始讲到了 神对亚伯 对这个摩西说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34章的第四节 摩西就凿出了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牵承起来 照着耶和华所 吩咐的上西乃山去了 手里拿着两块的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 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怜悯的 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过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值直到三世代 这摩西急忙地辅地下拜 说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这里讲到好朋友 好朋友要做什么 好朋友要指点迷津 好朋友要告诉你的方向 好朋友要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那时候 我们的神以好朋友的姿态来告诉 摩西说 我们是好朋友 我来告诉你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它是关乎人与神 也关乎人与人的 就是诫命 十条诫命 所以在神颁布的十条诫命当中 是以朋友的姿态来给摩西来领受 而不是用高压的 不是代表威权的上下的关系说 拿着回去照办 不是这样的 是以朋友的关系跟他对话 然后告诉他 这个十条法板 这个法板 这个十条诫命 你们要听要做 不单把诫命 把真理的大纲来指导他们 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成为一个 敬神爱人 分别为胜的生活 而且特别告诉 这个摩西说 摩西亚 你知道我是什么名吗 这个名不是名字的名 这名的意义叫做属性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神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属性的神吗 所以这种先告就告诉摩西亚 摩西亚你要知道我 我是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吗 我是是有怜悯的 我是有恩典的 我是有丰盛的 慈爱跟诚实的 所以神除了告诉你 有这么一个公义的 合乎神旨意的这个诫命之外 还告诉说 我不是这硬邦邦的 那个教条主义 不像那石块里面没有感情的 我是有温度的 我是有软度的 我来告诉你 我是有怜悯的 我是有慈爱的 所以这时候忽然间感受到 神既是公义 但是又是绝对的什么 绝对的慈爱 而且要永永远远的 跟你们在一起 所以这说千万人 这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但是对于那些得罪神的人 他只是说什么呢 负极子直到三世代 一个千万代 跟三世代来比起来 是什么 我是永恒的跟你在一起 对于那些软弱的 抵挡神的 我是短暂的来 来表达神的公义 所以他就把这个属性 把神的性情 完全来告诉他的好朋友 而这样的理解之后 摩西在带领百姓都知道 我的神是这样的 他是有公义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达到 这个诫命的标准 所以诫命不是石板 不是没有温度 不是那个冰冷冷的石块 是带有神的温暖 带有神的爱 带有神的怜悯 所以透过这十条诫命 让以色列百姓知道 一路走来有神的恩典 一路走来有神的怜悯 因为这当中有神丰盛的慈爱 这是好朋友当中一个互动里面 所给予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所以好朋友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一定要有好朋友 我们不要找那些 不能讲那个阿妈阿狗 你要找那些滥交朋友 真的是会败坏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 摩西与神之间 那种好朋友的关系 我们会领受真理 我们丰富人生命 我们走在神的恩典的脚步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的约伯 是因为碰到这些坏朋友 本着他个人狭隘的 主观的那些损险论掉 来轰他 来攻击他 让他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进入到人的 最底层的软弱说 神啊 千万以当中 你就不给我一句机会 都不让我讲讲我的心声 事实上是约伯的误解 我们神仍然在那边请听 请说 只是你不敢说 你误解我不说而已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来明白 我今天即使受到苦难的 但是我充满了对神的信心 因为神是我的朋友 有些人不敢问 不敢说 神啊 你做什么 但是我敢 为什么你敢 因为神是我的朋友 今天早上我们就暂时 分享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来唱赞美诗 两百四十三首 赞美诗 两百四十三首 我顾问你愿意 gratitude 祢买我权贝 我借我心情 有心心勇气 便吸引更亲近你 与我亲近 亲近我恩主 到处守世事加全 与我亲近 亲近 更亲近恩主 终日已在主身边 魂陪我为神 赞为主舍有 预告做大能恩仇 主我向上看 要坚固盼望 心里尊主为之生 与我亲近 亲近我恩主 到处守世事加全 并我亲近 亲近 更亲近恩主 终日已在主身边 世间贵在恩主前 树林喜乐难经缘 与我亲近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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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我恩主 第一雅致也有人在主 在阵师 祂我们通过m 亲近恩主 到处所思思加欠 因我清净 清净 更清净冷净 终日已在主身边 请坐 现在就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我们在祷告当中 祈求神的灵来带领我们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人的一切是软弱的 往往因为外在的因素 也因为苦难的因素 把我们压倒了 把我们压了以后又连离了神 所以在我们内心当中 对神充满了怨言 因为好像神不知道你的心 就好像是神用公义的审判 已经痛打了你 让你无法翻身 事实上我们不能用 这样的角度来看神 我们不要被蒙蔽了 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 知道我们的神 他就是好朋友 所以用圣灵般的好朋友 在我们旁边来看着我们 来了解着我们 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是什么呢 叫做宝慧师的祷告 宝慧师的言文的意思是第三者 第三者 第三个人 那第三者就是我们好朋友 所以神借由圣灵来告诉我们 他就是好朋友的关系 站在我们人与神之间来做一个祷告 做一个祈求 所以我们要天天祷告 我们要祈求神给我明白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在苦难中 千万不要有埋怨 但是我们更要有深层的 虔诚的来祷告 让这个圣灵中的宝慧师 能够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真知道神给我们那一种美好的旨意 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关键的一个灵修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 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圣灵中 来看出神的旨意 也让我们能够活出 在神旨意那一种喜乐跟平安 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